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呢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呢 买了这一棵 春食糊 非常非常喜欢 其实呢前阵子我还自己 说了我不要再买兰花了 因为要把手头的兰花 照顾好就好了 结果呢,我一到Trader 就看到了这一棵 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太柔了 它属于那种 金黄色 花瓣呢 是这种 有纸边的 然后呢,这里面的这个呢 是纯瓣呢,是金黄色的 超级超级的好看 这个颜色也是我没有的 它只有唯一一盆而已 我就给它买回来的 其实呢 它这个珠子不是很好 有那个红色的珠子很好 我前阵子有拍过视频 所以呢,北加多小伙伴们 现在呢,真的有空可以去Trader就走一走 它真的是可以给你很多惊喜 而且便宜耶 今年跟去年没有涨价 17块9毛9 而且还带了一个套盆 但这个套盆就三四十块钱了 然后呢,用树皮种植 一般用树皮种植呢 我回来我都没有给它换盆 因为树皮呢,它可以很久 这个可能是人家在硬树之中啊 给它断掉 有点可惜的 不过呢 无所谓,因为春食物呢 真的是非常好养 我的春食物呢 一般都是放在室外的 长期脸也放在室外 等到它有花包的时候 我再给它拿进来 是不是误操手指啊 我都每次都说 哎呀,我不买兰花,不买兰花 结果呢,忍不住,又买了 这个就是花痴的毛病 它有香味 它虽然没有那种红色的那么香 可是也有点那种 挺好闻的香味的 他们说像桂粉香味 桂花香味 很好闻 不是很浓 就是你靠近一点就闻得到了 它只是有早上的阳光直接晒到呢 它的味道呢 会相对于浓一点 这颜色是不是超级美啊 特别是你看 超级超级好看 好,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